我们要看的是叙述统计 等一下马上考 所以请注意 叙述统计是从样本开始的 我们上次讲过 几率是从母体开始的 用母体已知的情况之下 问说某个数值的几率 但是叙述统计是从 就是统计都是从样本开始的 我根据样本去推断说 那母体应该是怎么样 但是叙述统计不做推断 它只单纯的描述样本 有什么特性 那推论统计才做推断 推断母体可能会长什么样 所以现在叙述统计单纯 只是做样本的特性 其实就是一堆计算 计算出一些值 然后用这些值来代表样本的特性 那其中最常用的一个就是 样本平均数 样本平均数就是你有n个样本 那把它加起来做平均 加起来除以n就是样本平均数 那样本中位数呢 就是把它排成一排 从小到大 最中间的那一个就是中位数 但是有时候呢 最中间不是一个是两个 那就把两个加起来做平均就好 如果最中间是一个 也就是说你整个样本是奇数格的话 最中间是一个 那就是那一个的值 那接下来样本变异数呢 跟以斯母体的变异数不一样 请注意 它的定义呢 是n-1哦 就是样本变异数开根号 因为样本变异数是s平方 样本标准差就是s 那样本全距呢 就是最大的观察值 减掉最小的观察值 这是样本全距 那离群值是指说 离其他样本很远 特别大或特别小的值 那这个没有特定的数值 它只是说要你判断远不远 如果你觉得很远的话 它就是离群值 那另外有一个样本四分数兼具 这个四分数兼具要先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第一四分位值 那这个是第三四分位 第三四分位数 第一四分位数 那第三四分位数减掉第一四分位数 就是四分数兼具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三四分位数就是75%的那个值 你把它排成一排 75%那个点的值 第一四分位数呢 就是25%的那个点的值 两个相减就称为四分数兼具 那这有什么用呢 就是它跟全距不一样 因为全距可能范围很大 但是四分位距呢 它的范围会比较集中 因为它不考虑离群值的那些状况 只考虑中间那一段 所以它会比较集中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试了 再来考试了 好 请各位计算这些东西 做一下练习 所以 不是这里 弄错了 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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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叙述统计的数值计算 叙述统计的数值计算 我把它贴到社团上面 再编一份文件 再编一份文件 稍等 这是今天的第二次随堂考试 然后主题是 叙述统计的数值计算 哇哇哇 糟糕 他不理我 我的网路怪怪的 用大的好了 有点麻烦 我的电脑挂了 我的电脑挂了 再弄一个 我觉得好像不是网路的问题 这边就很快 好 我把它贴上去 好 ok 贴上去了 叙述统计的数值计算 那 你点开这一个 那这边已经有个题目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写出样本序列 7468945628的以下叙述统计值 还有计算过程 那第一个样本平均数 第二个样本变异数 第三个样本标准差 都是样本的 不是母体的 再来中位数 全距 第一四分位数 第三四分位数 样本四分位前距 IQ 那这个 你最好用手算 所以你要写计算过程 第二个 你就不用用手算 请用R软体计算出样本序列 这一个 这是样本序列的以下叙述统计值 每一个你都可以用R软体去算 现在请各位先写第一个 然后当场交第一个 第二个当回家作业 所以当场交第一个就好 第二个是回家作业 OK 好 那各位就开始吧 感谢者噏 pero 把家作业 然后 再迫 屈 都是 剩裸 鱼